因为疫情关系 家庭都多了一份支出 那就是要购买快膳 试剂口罩还有酒精等防疫物资 这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负担的 昨天项面代表会在6号上午就传出好消息 经过定期会上代表会决议通过了 振兴经济及关怀项面理经发放地方制制条例 预计7月份要发放每个人现金5000块 本土疫情爆发 昨天项代表会今年2月开会的时候 有项带提案发放振兴礼金 经过多次讨论 乡公所马上订定自制条例 获得相待会同意 6月6号定期会上全体代表决议通过了 振兴经济及关怀乡民理经发放的地方自制条例 将发放每个人5000元 熟民是依据111年2月16号 第16次的临时会通过 由我们组乡公所公告 施行的法源基础 所以在本次的大会 经过我们代表会的结议 依据我们发放条例的规定 通过发放本乡的乡民 涉及在我们卓西乡一年以上 每个人发放金额新台币5000元 依据2月份临时会通过 由乡公所公告施行的法源基础 依据发放条例规定 通过发放浊西乡涉及一年以上 每人发放金额新台币5000元 适时的解决民众疫情生活中所需的压力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要解决我们乡民的生活的压力 尤其是经济 然后要口罩没有口罩 要买塞剂又没有塞剂 要物资没物资 所以呢 所有我们乡民带来的痛苦 经过我们这次代表会 一致通过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乡民 人人安康 真心里经发放政策是反映民意需求 疫情期间包括像是代表会 村长联谊会 部落组长 部落主席等等 还有许多的乡民都反映乡民 因为疫情生活陷入困顿 需要纾困 金属民表示 预计会在6月底7月初公告发放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